有一句话叫做铁证如山 在我跑30年的社会新闻的经历里面 经验跟实力告诉我 铁证不一定如山 眼睛看到的 鼻子闻到的 耳朵听到的 都不能算是铁证 必须再用你的智慧 否则一个不小心 就会被歹徒给欺瞒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就有很多的案件 看似铁证 其实并不是 如果你相信了这个表面上的铁证 包括DNA在内 那么你很可能被歹徒得逞 无辜的人很可能就变成了嫌疑犯 这一切都有赖于你的智慧 跟你的经验告诉你 那么在我们台湾 曾经发生过一起的性侵案件 这起性侵案件的女性被害人 她是走在这个马路上 走在北部地区的马路上的时候 就在一个比较暗和暗像里面 突然间遇到一个头戴头套的坏人 坏人持刀 然后拦下她了以后 要对她性侵 这个被害人因为太过紧张 所以她惊吓过度了以后 她就昏倒了 很不幸的 等她醒来了以后 她确实遭到歹徒的性侵 因为歹徒她本身是戴着头套 所以她不知道歹徒的长相是什么样子 但她大概知道她歹徒身高 一百七十几公分等等 然后体格壮硕 可是那么警方接获报案以后 就带着这个被害人到医院去进行 这个验伤的程序 那这个验伤的过程当中 那么当然也包括下体受伤害的一个部位 必须要进行采集 因为歹徒可能留下她的阴毛 可能留下她的体毛 或者是包括她的精益等等 这些都可以采集DNA 也可以作为鉴定的一个依据 所以当时包括DNA真的有采集到 在被害人的下体 真的采集到歹徒所留下的DNA 所以立刻送往刑事警察局 立刻进行了化验跟建党 因为刑事警察局 他会把这些DNA 现在有包括性侵害毒品等重大刑案的罪犯 必须要验这个唾液 然后送去这个DNA建党了以后 在针对本来以建党的 这些几万笔的这个DNA 进行一个扫描 这样就知道 你之前是不是有犯过 其他的性侵等重大的案件 包括很可能还没有破案的 一些重大刑案等等 那么结果呢 这个案子呢 有DNA有精益 所以呢警方就要侦办 可是不知道是谁呀 就在警方都还没有跑出这个DNA检验 到底是因为DNA检验 必须要一点时间 除非你是特级件 那么就要警方都还不知道的时候 突然间有秘密证人的检举 秘密证人的检举呢 警方接到检举以后 找到了一个很可能是嫌犯的男子 然后呢 逮捕他了以后呢 就约谈他到案了以后呢 因为秘密证人的检举非常非常的详细 所以逮捕他了以后 询问他的不在场证明 也就是女孩子被性侵 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时间你在哪里 她说我在家里睡觉 只有一个人 也就是没有人能够替你证明 你确实在家里睡觉 你没有第三者 没有不在场证明啊 那自证不能当作所谓的证据 所以呢在如此的情况下 更要命的是 他的DNA检体竟然出来 出来了以后 竟然跟歹徒留在这个被害人下体的精益DNA 是吻合的 Bingo 铁证如山啊 DNA要完全吻合 那是要五十亿分之一啊 为什么呢 因为要同软的双胞胎 同软的双胞胎 才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现象 所以那个几率是为夫即为嘛 那所以就是你了 那么警方很高兴 破了案虽然他一直喊冤 一直说不是自己做的 可是警方就认为 铁证如山 你怎么可能不是你 你一定是狡辩 而且你提不出 其他的不在场证明啊 所以后来警方把群案 移送到这个地检署去了以后呢 这件案子之所以能够侦破 就因为这位检察官 非常的激紧 为什么呢 他看了相关的卷证了以后 当然他还是面对很多的歹徒 歹徒都会喊冤啊 可是他像看过相关的机证了以后 他总觉得警方的破案过程中 太过容易了 好像容易的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一样 怎么会这么巧 那么检察官为了慎重起见 当然案子要照办 先把他给收押侦办了以后呢 那么紧接而来 立刻指挥这些刑警 马上就本案相关的这个被指为嫌犯被告的人 他的交往状况 然后呢 他的通年记录 还有他的来往对象 全部给我查了一清二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没想到这个案子呢 不查就算 查了以后吓了一大跳 为什么呢 原来这个案子逆转了 这个所谓的被告 其实跟这案件 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你要说有关系 那就是精益的DNA是唯一有关系 可问题是 他并不是性侵这个被害人的嫌犯 为什么呢 为什么精益的DNA是他的 可是他并不是性侵的嫌犯 原来这里面有一个故事 也就是说 这个男性被指为嫌犯的被告 他想跟他的女朋友分手 然后他的女朋友不甘心 我的男朋友跟我分手 所以提出了一个最后的要求就是 我们都已经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那么既然要分手 我们就和平开心的分手 所以我们最后一次上床 最后亲了一次吧 那么男朋友想说 好吧 他提出这个要求也不算不合理 所以后来就真的做完了 最后一次的亲密行为 那他们呢 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有女方在事后 帮男方处理这个保险套的事宜 这一次也不例外 这一次呢 这个女性女方呢 帮男朋友处理完保险套了以后 立刻全身衣服穿好以后 再见终生不再见 就分手了 可是这个男朋友做梦都想不到 这时候他在家里开始呼呼大睡 女朋友其实事实上 早就想好了一个计谋 他早就雇佣了一个人 一个嫌犯 那么雇佣这个嫌犯 只有一个目的要叫他去作案 随机无预警的在暗箱里面 找戴头套 然后找路过的随便一个落女子以后呢 对他们性侵 性侵完了以后呢 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友啊 早就把这个男朋友 这个保险套里面的这个金银 用针筒抽了以后呢 事实上就要求歹徒 在作案完毕的时候 事实上也没有针完毕 就是你有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呢 那么故意的把相关的针筒呢 想办法把这些金银呢 撒在这个被害人的下体里面 因为他知道被害人 只要一去报案 那么医院一定会采集 他的DNA检体啊 金银就对了 那么事实上呢 有人会这个提出疑问说 那时间不是会有时间的差别吗 没有错 那么刚出炉的这个金银 跟几个小时候的金银 当然会不一样 可问题是金银不会因为这样子 就全部死掉 它可以存活至少一天以上 那么他是慢慢慢慢慢慢的死掉的 所以呢 当时只要采集到了以后 能够做DNA比对 没有人会去管这个金银 他到底是出炉多少时间 所以呢 也因为这样子 DNA验出来的结果 真的跟他的男朋友一样 差一点就让他的男朋友呢 因为这样子 等于说吃上性侵的官司 而他的男朋友 要不是因为这个简单官 明察秋毫 他很可能跳了黄河 也洗不清啊 所以铁证不一定如此